帕金森是吃出来的 医生再次劝告 不想换帕金森 这四类食物别吃 胡奶奶刚进棋牌室 就听旁边的王阿姨 在那儿神神秘密的嘀咕着 哎呀 老里头你听说了吗 有人说这帕金森是吃出来的 不想的这病得少吃那四样东西 这话一出 胡奶奶可就来了兴趣 她心想 最近手脚倒没觉得有啥问题 但这身体年纪大了 保养还是得重视 免得老了不能动弹 于是她打算改天去医院问问清楚 看看这吃出来的帕金森 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大早 胡奶奶不放心 就带上药袋子去了医院 医生见她来了 还没开口呢 她就急着说 医生啊 我听说帕金森这病是吃出来的 这是真的不 我可得好好防备着 我可不想有一天连路都走不利索 那可就太遭罪了 医生一听 脸上露出了微笑 赶忙给胡奶奶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 说道 胡奶奶 您老别着急 先安心坐下 听我慢慢和您说 这帕金森病呢 确实和饮食有一定关系 虽然不全是吃出来的 但不少高风险因素跟平时的饮食脱不开干系 胡奶奶一听就更来了精神 这么说我可要长得心眼儿了 那医生 您说说看 这帕金森是吃哪些东西吃出来的呀 医生轻轻点头 推推眼镜说 别看着第一类东西不起眼 但他对神经系统的影响不小 加工肉制品 比如香肠 培根这些 吃多了对大脑不好 胡奶奶瞪大眼 香肠还能有啥坏处 不就是肉吗 医生说 这可不是一般的肉啊 这种加工过的肉制品 他们为了能保鲜 防腐 加了可多亚硝酸盐呢 这东西对咱们身体可没什么好处呀 亚硝酸盐可是个坏东西呢 又是长时间吃好多 含有它的东西 神经系统就会受到影响了 它会让神经系统的氧化应激反应增强 这样一来啊 神经细胞就会遭到损害哦 胡奶奶吓得直白手 我的天哪 行行行 那我回去赶紧清理清理 医生点点头 接着说 第二类食物也是罪魁祸首 那就是高糖食物 比如甜点 糖果 含糖饮料 能少吃就少吃 胡奶奶一脸不紧 糖还能出问题 不就是节节嘴馋吗 怎么也和帕金森扯上关系了 医生耐心解释 您有所不知啊 吃糖多了 血糖飙升的速度就快 久而久之 胰岛素功能受损 糖摄入过多 不仅容易让人发胖 还会加剧大脑的氧化损伤 影响神经元的健康 帕金森病本来就是神经元的退行性疾病 高糖饮食长期影响下来 可就容易出事儿 胡奶奶一拍大腿 那以后早茶的甜糕点我都借了 怪不得最近老觉得头有点晕晕乎乎的 医生脸上带着笑 继续说道 这第三类食物啊 就是油炸食品了 特别是那种反复在高温里炸了又炸的 可不能吃太多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呢 胡奶奶瞪大眼 油炸食品 我还老爱吃点炸油饼吗 怎么就成危险品了 医生解释到 油炸食品的主要问题就在于高温加热时会产生大量反噬脂肪 反噬脂肪不仅容易让人发胖 还会损害大脑神经细胞的功能 长期食用反噬脂肪含量高的食品 可能导致神经元退化 增加帕金森病的风险 所以您以后吃油炸食品可得优着点儿 尽量少吃 胡奶奶默默点头 这油炸食品原来这么吓人 那最后一类呢 医生清了清嗓子 第四类食物就是酒精饮品 虽然大家都知道喝酒对肝不好 可它对大脑也有影响 尤其是中老年人 长期喝酒容易引起脑部退化 增加帕金森的风险 胡奶奶皱着眉头 酒也不行 那不是说啥都别吃了吗 医生笑了也不是完全不能吃 关键在于适量和健康的饮食习惯 酒精会导致大脑内的多巴胺系统异常 而帕金森病的主要病因之一就是多巴胺神经元的损伤 胡奶奶点点头 若有所思的说 这样说来 看来这帕金森还真是有点吃出来的意思 医生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把平时爱吃的这些东西都戒掉啊 医生笑着回答 也不一定完全戒掉 关键是要平衡膳食 多吃些蔬菜水果 补充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 胡奶奶拍手叫好 那我回去就开始赶 香肠 甜糕点 油炸的油饼 这些我都尽量少吃 医生 谢谢您这么详细讲解 要不是您说的清楚 我还真想不到这吃的东西居然会影响神经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病从口入 保持健康饮食真的非常重要 多吃天然 少加工的食物 对身体才有好处 胡奶奶听得一愣一愣的 忍不住感叹 看来这帕金森真不是傻小事儿 还是得听医生的话 管住嘴才能健健康康活得长久 说完 他站起来笑着和医生道歉 一边嘀咕着回家赶紧去清理那些高风险食品 现在咱们具体来看几种饮食习惯如何可能影响帕金森病的风险 首先是高脂肪饮食 这种饮食方式可以导致肠道炎症和肠道菌群失衡 而这些都被认为与帕金森病的发病机制相关 有一些日夜颠倒的代码工作者长期依赖高糖 高脂肪的快餐和能量饮料来维持工作效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程序员开始出现手抖动作迟缓等症状 这些都是帕金森病的典型表现 虽然不能直接断言这些症状是由饮食引起的 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无疑增加了其患病的风险 此外还有一种被忽视的元凶环境中的重金属污染 比如说水产品中的汞污染 长期摄入过量的汞会损害神经系统 同样可能增加患帕金森病的风险 这里的关键在于 我们的饮食选择可能并不直接造成帕金森病 但它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神经健康 尤其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 所以聊到帕金森病 也许我们应该更关注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避免那些潜在的风险因素 想要远离帕金森病 我们必须从生活的多个方面着手 尤其是那些日常看似不起眼 但实际上对我们神经健康影响巨大的细节 今天我要分享的观点可能有些出人意料 但这些都是基于最新研究和我个人多年医疗经验的见解 让我们来聊聊光照问题 是的 你没听错 日照与帕金森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研究显示 适量的阳光能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D 而维生素D在神经系统健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维生素D部组与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 包括帕金森病 那些经常在昏暗环境下工作的程序员 长时间缺乏阳光照射 这可能间接影响他们的神经健康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身体活动的重要性 定期的身体活动 尤其是有氧运动 如快走 游泳或者骑自行车 能够改善心血管健康 促进血液循环 有效提高大脑和全身的氧气供应 居住在农业区或工业区附近的居民 如果不注意防护 可能会无欲中增加了患病的风险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比如使用过滤装置净化饮用水 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空气污染 都是减少毒素暴露的有效方法 我们来谈谈社交活动的重要性 那些长期工作于高压环境下的中年人 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力和反应速度有所下降 在医生的建议下 他们开始增加户外活动 定期参加社交活动 并且学习了几种压力管理技巧 几个月后 他们发现自己的整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他们开始寂寞剑